Let me hear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beat on my toes Let me touch my ear on your chest Here is cats and dogs I believe so key and mouse Hear wet with a blanket Tool free and I t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Pian 今天要画一个我的日常妆容 今天着重强调的就是眼妆 因为经常会有卖的乌姆的眼妆是怎么换的 那今天我就录一个关于眼妆的特写给我的兄弟们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那平常我第一步用的是这个水 眼妆我用的是这个 就先藏着那个月威 上完眼之后就开始会差一个精华 给它吸收 吸收之后然后上面说 平常的话精华是上眼 不然后续的精华会比较厚重 眼霜用的是这个 最近我会开始用眼霜来当精华来用 这个是DHC的 然后还蛮便宜的 就只要它有25克 在眼霜里面就算蛮多的 它来当精华的话比较会挺重 我一般护完肤之后大概等5分钟左右才开始 用的还是这个加烂绑粉双 我上次刷抖音学到一个上底妆的方法 底妆你不要点 你要给它均匀的铺开 最后再用这个海绵蛋去吸收多余的鱼分 最后再用这个海绵蛋去吸收多余的鱼分 我用到的是橘朵这个 它是眼线膏 但是我最近的眉笔又找不到了 然后我就用这个眼线膏 而且手发型很好用 你们问我最多的就是眼妆了 所以精心精着重来讲一下眼妆 首先我用到最重要的就是睫毛剑 Mardi Anah 一般我画眼妆之前我会先夹睫毛 因为如果你画了眼线或者眼影 再来加睫毛的话 睫毛家会把眼妆带掉 这个睫毛家真的很好用 是真的好好用 买着好吗 今天我用一个新的眼妆 是某个归类属 DF的这一盘 它这个自带的刷子比较小 那我感觉出门的话可以用 平常在家的话不太合适 我习惯用这把刷子 是文美预计隔音盘里自带的 我觉得很好用 选取这个颜色 就是小头的这一端 选取这个颜色 背盘其实它好像显色度没那么高 不建议新手尽量选择之中 显色度不要太高的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画 那我来用一下这个颜色 是很低调的精神 可能再打一点在卧彩上 眼影还是这个橘朵的颜线膏 主要的是这个棕色的 我换颜线就是把眼尾拉长 然后就是两只眼睛的颜色 然后现在上睫毛膏 睫毛膏是Kiss Me的三代仙肠 几段时间为止 推荐的是这个橘朵的双头 但是这里已经被我就是用完了 橘朵的双头它是很根根酸鸣的那种 但是要说存在感哪个更强的话 其实还是Kiss Me的 Kiss Me这个颗颗又完了 所以它刷起来没有那么顺畅 但是大家刷睫毛的时候 记住不要怕太夸张 因为一旦就是你出门之后 睫毛就会慢慢塌下来 会自然一点 但如果你上学的话 我觉得Kiss Me不是太适合你的 你可以是橘朵的那个双头 还有之前很久以前很火的 月是光影的那个很细头的那种 都是很适合学生 那这边的眼罩其实就完成了 那我们开始这一遍 如果你每次画眼影跟我一样 就是下手 有时候会不太好掌握的话 记住戴一把这样子的眼影刷 这样你的眼妆就更自然一点 因为它不太上色 所以得多占据 在下眼瞼这边勾了一下 这样让眼睛显得下垂一点 最后再拿最开始的这个粉 刷一遍 天然这样 叫了一个 蜜蜂 啊 我这辈子最怕闯着了 这种飞的 糙米 蜜蜂 都很怕 用这个金色 打在眼皮中央 还有卧餐的位置 它真的很低调 太低调了 最后还是拿这把刷子 可以占取一点酸粉 然后来晕染一下边缘 那之前还有人经常问我就是卧彩要怎么画 我一般只拿刚刚画眼线的这支 眼线皮 然后你拿彩底纸板擦一下 卧彩下面这位置勾一条 然后拿一把刷子 慢慢地晕开 就很自然了 最后就是我刚刚用到用来刷下的 算是平头刷吧 这一条 我今天用的是 绝对我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你刚刚没有说 多好用 怎么到 就只有这个 那我今天就用它 用这种刷子 再满 调果 最后就是橘斗的这个 那我今天的橘斗差别太多了吧 这次真的没有包裹 因为我嘴圈其实不饱满 所以我每次都会用 出现 这支是 斯芙兰的 三条是这种 可以敏长 未来还要铺唇膏的 但是找不到了 画唇线的时候就使用 你们这些可 嘴唇的变形困 今天还是用 Ruby 500 好的 然后我先去 用炒饭 我不会吧 不败 哈哈 好爽 你們想看嗎 太滑 太滑 哈哈 再慢慢看 再在手間看